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数组当中的一个冒泡排序 那么什么是冒泡排序呢 冒泡排序它指的是将我们的一个排序元素看成是冒泡这样的一种形态 那么较小的元素它由于比较轻它就会往上浮 那么这里面通过冒泡排序之后 那么这个元素它就会按照从小到大这样的一个数据进行排序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49386597761327 这七个元素 那么这七个元素经过我们冒泡之后 那么它就会变成我们从小到大这样排序下去 那么整个冒泡它这个原则 我们通过一个色表来描述一下 那么假定我们这里面有几个数 假定我们这里面有几个数组 就是假定在我们这里面 有一个数组 数组当中呢 那么有排序前的元素 我们看一下排序前的元素 那么这个排序前的元素 我们可以认为是有这样的几个元素 比如说我们会有 我们画大一点 12 6 然后9 然后我们的43 7 假定这里面我们有六个元素 这六个元素 那么我们就要实现它的一个排序的话 我们要按照从小到大 那么从小到大它实际上就像一个毛 就像一个炮一样 那么这个炮它是比较轻的炮就一次往上冒 所以称之为冒泡法 那么这个冒泡法它的一个原理 它有一个烫数和次数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在冒泡的时候 它有多少烫 然后有多少次 那么这里面 如果说我们的这一个数组当中有六个元素 那么它的一个烫数就是五烫 所以这里面我们先确定 我们这个烫数多少烫是五烫 那么这里面就是第一烫 然后这儿就是第二烫 然后这就是第二烫 然后这里面就是第三烫 第四烫总共是有我们的 由于我们这里面是有 这是第五烫 那么每一烫 比如说第一烫 它的一个比较次数多少次 第一烫的话 它的一个比较次数的话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第一烫它的比较次数 这里面 因为这里面第一烫 它的比较次数就有五次 所以说这是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 然后第三次 然后第四次 然后第五次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烫数 那么这就有五 第一烫它就有要比较五次 那么第二烫呢 它就会比较四次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烫数加次数 它的一个和 就等于我们这一个元素 的一个总数 那这里面怎么时间冒泡的 那么第一烫 第一次比较的话 它首先是十二和六 进个比较 那么十二和六比较 小的就排在前面 那么这个比较之后 那么就变成六十二 然后就变成九 然后三和八 然后和七 九三八七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 第一烫的第一次 那么第一烫的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第二个元素 和第三个元素进个比较 那么第二次 也说这个九和十二这个比较 那么九和十二进个比较之后 这第一烫的第一次 第一烫的第二次 那么就是六不变 然后十二和九 那么九由于是要小一点 那么就是九 然后十二 然后再进一个三 然后再进一个八 然后再进一个七 第二烫 第一烫的第三次比较 那么第一烫的第三次比较就是 十二和三进个比较 那么就是六 九 九 然后就是三和十二 那么就是三 然后十二 然后就是有一个 然后这里面就是三十二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八 和七进个比较 这是第一烫的第三次 那么第一烫第四次 那么第一烫第四次就是 十二和八进个比较 六 九 九 三 然后八和十二比较 那么八就小一些 那么就八就在前面 十二 然后七 好 这里面 好 这第五次 第五次比较的话 那么就是 十二和七进个比较 那么就是六 九 三 然后八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七 然后就是一样 那么每次比较 第一次也就是说 第一烫比较之后 那么最大的一个元素 它就是 在我们最后 也就是说 它现在是冒泡 冒泡的话就是 最大的这个元素 就是在最 底下面 那么最底下面 这里面最大元素就是十二 那么第二烫比较来 第二烫比较 我们就是六 九 三 八 七 十二 那么第二烫比较 我们看 第二烫比较 六和九进个比较 六和九进个比较的话 那么就是不变 那么就是六 九 然后三 八 七 十二 然后第二烫 第二次比较 那么就是六 也就是九和三比较 那么九和三比较 就是六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三 然后就是一个九 然后这就是一个八 然后这就是一个七 然后这就是一个十二 好 第三次比较的话 第三次比较 有第二烫第三次比较 那么就是六 三 然后九和八比较 那么八比九小 那么八就在前面 然后七 然后十二 好 这里面 那么第二烫的第四次比较 第四次比较的话 由于这里面每次比较的话 那么就是九和七 这个比较 那么就显然就是六 六 三 八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七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九 然后这就是一个十二 好 这是第二烫的第四次比较 那么第二烫的 第二烫就比较完了 然后第三烫的第四比较 第三烫的第四比较的话 那么就是六和三这个比较 那么就是三在前 然后六就在后 三六 然后八 七 九 十二 好 第三烫的第二次比较 那么就是六和八进的比较 那么就是六在前 然后八 然后这里七 九 十二 然后第三烫的第三次比较的话 那么就是三 六 八和七比较 那么就是七 九 十二 好 第四趟 第四趟的话 那么第四趟的话 这里面也需要比较 那么第四趟就是三和六进的比较 那么也就是说三六七八九十二 然后六和七进的比较 六和七比较的话 那么也是六在前 七在后 那么也就是三 六 七 八 九十二 然后第五趟的最后一次 那么就是三 六 七 八 九 十二 这样比较之后 那么就比较出了从小到大进的一个排序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理 那么这样的原理 那我们要通过程序去实现它 通过程序的我们就根据我们刚才这个图我们来画一下 从刚才这个图 首先我们来看这里面我们第一个数字 英特 英特 就等一 直接把这个数据给复制进来 这里面复制线之后我们先定一个中间变量 第一个中间变量英特天p等一零 那么我们这里面就先计算出它的一个总的一个 趟数 这里面由于是六个元素 那么总的趟数就应该是五趟 所以这里面就是英特I就等于一 I小于等于 然后总的长度英特S点R 认识 然后再减去一 然后是I 加加 这是我们总的一个趟数 那么总的这个趟数那么就有总的一个次数 比如说第一趟 那么第一趟它的一个次数就是 我们要比较五次 那么就是货循环英特 J等于一 J那么就小于等于这里面 就是等于我们这个英特S点R认识 减去我们的一个I 然后是J 加加 好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总的一个趟数 你看我们这里面第一趟它就要比较五次 那么第一趟 当I等于一的时候 那么这个J就是等于五的 所以说这里面这是一个 趟数 比较这个趟数 而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的每一趟比较的次数 那这里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你看第一趟比较的是我们是把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进个比较那么就是我去判断假例你看这个面一复 我们什么时候会教他们的顺序 12和6那么是前者比后者大 如果我们的一个前者比后者大那么就是前者就是应应的S 然后就是一个前者的话那么就是一个J减1那么后者的话就是一个应的J J减1 如果说是大于我们的一个前者比后者大你看我们前者比后者大那么就是应的S 然后J 如果前者比后者大那这时我们就会交换两者之间这个顺序交换两者之间这个顺序我们就先给就说先把应的S G减1 然后我们就给它复制就等 我们就先用我们这个TMP就等于我们的一个interS G减1 好然后我们的一个interS G减1 就等于我们的一个interS 这里面就是相当于是交换两者之间这个顺序然后我们通过第三者变量进了一个交换 然后第三个呢那么我们原来的这个interS G这个位置上的这个数据那么就应该是等于先拼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两者之间这个数据进来一个交换这个就根据我们刚刚这个原理 好这样交换之后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给它输出出来 好这里面就已经实现排序了排序之后我们就扩循环 interI等于0 I 小于 我们的一个interS 点Lens 然后I 加加 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排序之后这个数据我们就把它输出出来 参数点 itline 然后就把它输出出来 然后interS 然后这里面就直接输出I 出来 好这里面就是我们排序之后的这个数据 我们输出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36 7 8 9 12 这里面就跟我们最终的这一个排序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这里面主要重点就是要理解我们这一个排序的一个原理 排序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有一个烫数和次数 那么烫数次数就是比较两者之间的比如说6和12进行一个比较 那么比较之后 我们就看 看的就是这两者之间的这一个顺序 比如说6和12 那么这两者之间6和12 6如果说是前者大于后者的话 那么就交换两者之间这个顺序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冒泡排序 在我们冒泡排序当中 特别是需要注意这个烫数和次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里面我们的一个烫数和次数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和一定就是等于我们的一个元素的一个总数 那比如我们的一个第一趟 那么第一趟的话 它一定就要比较五次 第二趟的话 那么它就一定比较四次 因为烫数加次数就等于我们总的一个元素的一个数量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原理 我们再进行我们的一个程序的一个编写 那么这个程序的编写主要就是考虑到我们会利用一个中间变量 那么这个中间变量就是说先把我们之前这个值保留在这个中间变量当中 那我们保留之后 那么我们再给这个值附上它之前这个值 然后最终把这个保存的这个中间变量值 那么就先给它 然后SJ就等于添拼 好这就是我们的关于我们的一个冒泡的一个排序 那这里面可能是这一块稍微有点困难 然后这一块稍困难的话 我就画一个图来阐述一下 好这里面我们 这是两个数据 这两个数据 这个数据就表示 inter s 然后这就表示是g-1 g-1的数据 好这里面这个数据就表示是 这个数据就表示是inter sg 然后这里面我们在考虑它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利用了一个中间变量 这个中间变量就是一个TMP的一个变量 这里面就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TMP 那么这个TMP这个变量在中间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 它首先就是说看我们这个程序当中 我们首先是把inter sg-1这个值 负给我们的一个TMP 就是把这个值首先负给它 就把这个值首先负给它 那么这里面负给它之后 这个值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我们的一个 inter sg-1的这个值了 好变这个值之后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inter sg-1我们这个值就给它插掉 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值 我们在程序当中这个值就inter sg-1就是这块的这个值变成什么 就变成这个inter sg了 也就是把这个值变了 变成什么 就变成inter sg 好那么这个值呢inter sg 这个值就变成什么呢 它就把这个TMP的这个值负给它 那么这个TMP值就是这个inter sg-1 这样的话就直接就达到了一个目的 就是达到了这两者之间 进的一个数据交换 减去1 好这就是两者之间这个交换 那么是用了我们中间这个TMP量 ok我们这人就先给大家讲解当中